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刚好是破14万 上次破13万是学测完 学测完之后其实这几天都500 过年的时候稍微比较低一点点 影片数大概现在是2156 其实大概在这一天就破了 现在已经再过了两天 实际大概就是2月25的时候是破14万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年的变化 所以在这一年里面的学测当周大概已经是7800 过年的时候稍微比较少一点 不过现在大概2000以上 其实这几周大概都有3000 就是一个月的观看次数大概都有 周观看次数大概都有3000 那这是也是最近的一个热门观看的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月的 这个月其实热门观看都是以学测为主 那课程的部分呢 对男生还是占多数 女生是这边 那如果是流量来源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流量来源 播放清单进来的其实是占了多数 然后还有一些推荐影片 搜寻其实也是不少 我们可以看这个圆柄图更清楚一点点 这边是各个 有这边是搜放 然后这里圆柄图搜寻 那直接浏览的其实现在已经比例比较少了 好 那这是从以前到现在的 这上次是2月2号 这次2月25 差不多是三周多的时间 目前大概比较稳定 大概就是三四周会有大概一万次的观看 如果没有那种学测的情况的话 就好了